嘿嘿 老子不好了 鬼被子看到你又把我的技巧奖金扣了 老子两个半条车表都买不及了 我要把那些长方砸了 哎 兄弟 有话好好说啥 我技巧奖金又扣了 现在分钱没得了 那是啥子愿意扣扣的嘛 刚忘了抓把老板的朋友圈 啊 这就因为这个都把你技巧奖金扣了 现在定期检查手机来看有没有屏皮老板 哎 你什么战刀说话嘛 这话怎么走 结果我刚好把老板拉黑了 然后啊 然后那个被子看到你都把我的技巧奖金扣 开玩笑了 老子是把你的火车车给他踩了 鬼不给我发工资 来踩我的洋葱厂嘎嘎 嘿 没钱没走啦 你什么走翻了的嘛 你什么火车车在哪个方向 来 谢谢你的 把你的悲伤拿出来 老铁板发光 来 宝贝儿 吃嘎嘎 我滚你妈的老子不得踩 拿不起开 哎呀 那个都是怀孝姐的远过的狠咯 老子要把他的白白车踩了 哎呀 你没踩了 那边的东西都是脑子的 我从来都不得发朋友圈 但是昨天老板说 有点不要抢死老药 今天都搞不到更新 那些外国人都让钱不扣百分之八十 我都是狗狼发朋友圈嘛 搞得我抢偷了他不偷电门这样 你说不说妈不要打啥 我心情不好的嘛 那你心情不好打我那张嘎嘎 其他的个人的啥 打了哪个给我把公子 你是老臣啊 怪兽不是我说的 你那个老板天天做高烟虫皮儿还冷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那种老板 这种手腕你只需要脸上敲击前 心头满满屁股的行喽 像你能搞以后哪个找工作嘛 我还找哪个工作啊 工作都没得了 怪兽人哪一辈子啊有很多坎儿 吃醋不留也 只有留也醋 谁都不留也 那你也当过的我 知道吗 把我去认识走的 明天发大财 真的事